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要帶大家一起看這個最新要出的兩個半神跟惡魔 還有其他一些官方已經流出來的資訊 我覺得這一次會是一個超級大的改版 然後他們兩個的名字 還有技能 都已經出來了 雖然說有人說這個技能好像是 玩家自己自創的資訊 不過這個好像在貼吧 巴哈或者 英文的Reddit 網站上面都還蠻流通的 所以我還不確定這個技能是不是真的 我們可能等測試服之後出來之後再來去 聊一下他們的技能效果如何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些將要改版的資訊 這個在官方的FB裡面PO出來的 首先是這個軍團偉業功德 其實我看名字是完全猜不出這個什麼的 應該不是團隊遠征啦 他好像說有新的機制 就代表說有一種新的玩法 然後可以打一種別的boss吧 應該是這個意思 那其實我也一直蠻期待 劍遠有一些新的玩法 不然推圖推到底之後就沒有東西玩了嘛 下一個是這個新出的交易系統 會開放玩家之間交易資源 還有英雄 看上面的資訊好像代表說這個活動是限時開放的 而且每次開放是有限量的 然後除了第一次 後面都會有中間商去賺這個價差 看完應該可以這麼理解吧 然後看一下上面的圖好像是可以交換裝備 跟那個寶箱不知道是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系統可能會是鼓勵玩家去練一些小號 因為 這就好像假如說 我大號抽了一個石膜我不想要 然後我小號剛好抽到一個魅膜我很想要 我就把它拿去交易 這樣不就完成了洗資源嗎 我不知道這個系統好不好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假如說你沒有練小號 你可能在這個活動就會比較吃虧 當然我現在還不知道他的進行方式是如何 不過我就只能先這麼猜 然後是時光之煉會有新的玩法 異界迷宮也會有新的玩法 他說可乾可嫌 不是就代表說乾的獎勵會更好嗎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我是希望這遊戲不要太乾 不過 會有新玩法總是好事 再來半神惡魔哥要出一支 這個我們剛剛看過 我等一下會帶大家看一下那個PV 我覺得非常好看 你們沒有看的我也推薦你們等一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了解這個故事 還蠻感人的 再來埃隆跟九尾要出一個新造型 我覺得兩個造型都非常好看 如果你讓我可以自選的話 我肯定是選九尾 因為九尾這麼香 能不喜歡嗎 再來中秋節活動 好像也是新的模式 萬聖節也會有一個活動 然後這個可能會配合前面的那個 新的時光吧 不然主題奇境探險不知道什麼意思 然後也會出一個新的scan 估計會是亡靈或者蠻血啊 不然每次都是出綠麗的造型好像也有點奇怪 最後下一個連動要來了 然後我有聽說這個連動會是一個動漫作品 就不會是像前面的四魂或者 刺客信條 總之想要換愛奇奧的也可以先觀望一下這個連動 好那這集的資訊介紹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後面一定要帶你們看一下這個半神跟惡魔的故事 我覺得真的還蠻有趣的啦 而且他PV真的拍得超好 故事簡單來講就是雷神他本來是個平民吧 然後有這個老婆 然後他 殺了很多惡魔 就被 天神給 招去當雷神了 但其實這個時候他的老婆已經懷下了一個孩子 然後把這個小孩生出來叫做歐文 而且還把他的護身符留給他的老婆 結果沒想到最後還是會出現一個反轉 在這之間 惡魔還是非常常出現於地表之間 然後 雷神雖然很努力的在親這些惡魔 但是還是保護不到他的 小孩跟老婆在的村莊 所以呢在這個村莊裡面 這個小孩可能就不知道為什麼 染疫了變成一個惡魔 雷神的老婆為了保護小孩 也變成惡魔 跟雷神去對抗 故事大概就是這樣 我覺得真的拍得非常不錯 如果他後面出城的電影 其實我也不會很意外 而且我也絕對會去看 就拍得真的非常好 然後最後在9月29 這個角色真的出來的時候 你們可以選一隻你們喜歡的英雄 我現在看這個 我是還比較喜歡 這個女惡魔 但是我覺得雷神的動畫會很帥 所以呢 到時候再看看誰的技能好再選誰吧 底下留言可以告訴我 你們覺得 這一次的資訊 哪一個是你最期待的 就包括連動初心英雄啊 交換英雄交換商品 或者要出的新模式 或者要變乾的迷宮 還有就是雷神跟惡魔 他的老婆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隻呢 那我們下集再見了 拜拜 拜拜